各位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最近有波动漫非常受观众和美喜爱 那么大家应该猜出来这波动漫是哪个了吧 它就是斗罗大陆 原来今天我要说的就是强者之中的第一位 毒斗罗 毒斗罗号称毒王 并且他使用的毒弓还是非常神奇 然而在唐三还没有崛起的时候 就差一点杀死了唐三 但是后来也帮了唐三很多忙 如果毒斗罗将自己的毒面积扩大 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屠杀一座小城 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知道 毒斗罗的威力是多么强大了 第二个人就是唐浩 唐浩的法力也是非常强大 在一次打斗之中 他一个人印毫了好几个封号堕罗 第三个就是唐三了 唐三保留着上世纪的记忆 来到堕罗大陆 并且自身还是有两个武魂 而且还可以使用毒素 因此他自己脱神也是没问题的 最后一位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唐家三少了 因为他是作者 所以在他笔下 想让谁成为神 谁就能成为神 他想让谁死 谁就可以死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